很好 阿伟让我去追这个女孩子 或者怎么样 我对她没有戏群 那我怎么去追 我对她没有那种对上演的那种感觉 知道吧 那这个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吗 勉强的在一起呢 那也早晚都会非手的 这样子互相伤害也没有意义 对吧 我们的感情是宝贵的 贵重的 不能拿来开玩笑的 知道吧 不能拿来说 随便跟这个塔一下 跟那个塔一下 到时候也没有一个结果 这样子的话也没有意思的 跟这个女孩子试一下 跟那个女孩子试一下合不合适 那试到试 试到试 试辣了的 那这这还有价值吗 这 知道吧 不管拿来的女的 我觉得不能试的 要喜欢就两个人相互喜欢 就走到底 知道吧 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认识阿子这么久 一直没有就是保持着 知道吧 如果走到最后 能走到最后合适的话 就在一起集会 不合适的话就不要去试 试了会彼此伤害呢 知道吧 阿子我们两个确实认识那么久 如果说化成一个就是花西脸的男人 那早就那个啥了 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能试 对吧 试了 你再说合适还是不合适 已经来不及了 你都已经试了 就必须要 到底了 就要 就要一辈子了 而不是试了不合适 又扔掉 然后在一起试另外一个 那你的你人都辣了 辣完了 知道吧 这个不能开玩笑的 这个感情是不能开玩笑的 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就要一辈子 知道吧 我要让 我要对他负责任 也要让他对我负责任 知道吧 男女之间没有 没有 没有说是 只有女的吃亏的 男的也吃亏的 知道吧 我们男人也是贵住的男人 知道吧 我跟一个女的爽朋友 不一定吃亏的是他 吃亏的是我 知道吧 如果她是一个随便的女人的话 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因为我是对感情是很认真的 也要负责任的 知道吧 我喜欢一个人 我只会喜欢一个人的 因为我心里全部都是他 心里眼里全部都是他 其他人寄不去 其他人寄不去我的心 因为只有一颗心 一个人 他只能抓一个人 知道吧 另外一个来里面挤的话 挤不进去呢 知道了吧 除非那个女人 让我死心了 那我就要 进入新的了 对吧 进入属于我的未来了 唉 但喜欢会喜欢 爱是爱嘛 喜欢是喜欢 喜欢就是说 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在一起 那时候是喜欢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有感情了 就是爱了 知道吧 家人们 听明白了吗 两个人在一起 以及生活在一起了 那就是爱其了 那就不是喜欢了 爱其很喜欢 这个是两个概念 知道吧 不是一个道理 是两个道理 感谢点赞 没有关注我的关注 关注一下家人们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我对感情专不专一吗 专一的话 扣个一我看一下 你们觉得 阿伟对感情专不专一 专一的话 就扣个一我看一下 爱其不是随便悬楼 知道吧 我跟你们说 女孩子 你们不要小看女孩子 女孩子欢心的女孩子 比男人还欢心的 有些欢心的女孩子 他可以就是随时 跟你耍朋友 也随时可以把你化掉 知道吧 但是男人不行 知道吧 男人要底贴立地 要么我就不破他 要破他 我就要对他负责任 也要让他对我负责任 知道吧 所以我不气也去 去了解一个人 不气也去试一个人 知道吧 这个感情这个东西 跟其他东西不一样 对吧 你去买一套衣服 你你先可以试一下 合不合适 合适了再买 但嘎其这个你不能试的 知道吧 你没说我说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家里面直播间 有美女 有男孩 有女孩 但是咱们也要了解男孩 男孩也不是吃豆花长大的 男孩也是有分岁的 我跟你说 一个男孩 真正的为一个女孩哭 为一个女孩掉眼泪的话 那是真正的 这个男孩 是真正的爱上了 这个女孩 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了 知道吧 听明白了吧 真正的一个女孩 为一个男孩 一个 一个男孩 真正一位男人 牛血不牛泪 这句话大家听懂啊 一个男孩 真的是 喜欢一个女孩 才会掉眼泪的 心里有他了 才会掉眼泪的 一般男人 不是亲眼的 会掉眼泪的 知道吧 不会亲眼去哭的 甚至有时候被打了 都是 牛这个 都不会牛泪的 知道吧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女人 让他伤心了 会掉眼泪 那就是真的是 爱情 喜欢 但女人 掉眼泪的话 女人随时都会 掉眼泪的 男人 不一样 有时候 家人们觉得男人 只知道 创业 创业 那不创业 吃什么嘛 对吧 女人可以 一物所有 女人可以 一物所有 但是男人 不行 男人必须要 有 试验 有撑 有罚 有垂垮 知道吧 这就是男人的责任 你娶个老婆 你应该不会去喂这个女孩 你有车吗 有房吗 有垂垮吗 不会去喂这些的 但是你 你娶个老婆 的话 这个老婆会喂你的家庭 对吧 你有车吗 有房吗 有垂垮吗 要啥啥没有 你有资格给我谈恋爱吗 知道吧 现在 这个女孩 以你的帅气 逼你吸引了 跟你在一起 但是再过个两年 三年 他看不到你的未来 感觉你没有梦想 感觉你 没有事业 你没有能力 罪诸 他会抛弃你的 知道吧 给你的一个结果 一个答案 他就会说一句 他就会说一句 阿伟哥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知道吧 你给不了我幸福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我们两个拜拜吧 就这么一句话 知道吧 所以这就是社会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真实的社会 所以咱们女人们 也了解男人 男人的奋斗的过程呢 是很累的 希望呢 就是女人 罢不了什么 也就是说 给他 就是一个温暖 给他一个包容 对吧 理解 包容 不要说 你天天 在外面挣钱 天天在外面 搞 不配 不配我 感谢感谢我 理解 再次送你的礼物 谢谢 不用说了 理解 不用说礼物了 谢谢你 那个 男人天天天在外面 挣钱 挣钱干嘛 就不陪我 这儿玩 那儿玩 真的 有时候 男人是真的是有压力了 所以我觉得 两口子 两个人在一起吧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才会走得更远 而且我建议呢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尽量不要吵架 知道吧 两口子在一起 尽量不要吵架 因为吵架的话 吵架的话 你会吵一次 就会有两次 甚至会打架 这样子的话 一辈子怎么过嘛 对吧 两个人 没有吵架 没有打架的话 慢慢就会习惯了 你想冲动一下 都哎呀 算了 对吧 这么多年都惹过来了 这也不差这一次了 就惹下去了 知道吗 就不会吵架 你天天吵架 天天打架的话 反正早天也打过了 今天再打一下 也就那样 对吧 又打了 知道了吧 家人们 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人生 就是这样子的 家人们 没有关注 我得关注一下 我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我懂的人其事故 知道吧 我懂的这个人生 我点点滴滴一路走来 我也见过很多世面的 家人们 对吧 你们也就是说 看到我现在这么所说的 对吧 有些东西你没有面对过 但是你 你懂吗 对吧 我这个人 我的思想 我虽然现在二十多岁 但是我的思想的话 就像三十多岁一样的 可能三十多岁 有些他们想不到的 我都想得到 知道吧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说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聊天的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我也没有看着一个台词 跟你们念 知道吧 因为直播都是自由翻灰的 知道吧 自由翻灰 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大家正常聊天 知道吧 所以呢 这就是最真实的我 听明白了吧 这样来 我觉得这辈子 我遇见的某一个人 不管是男的女的 身边路过的朋友 也好 都是上 都是我很高兴 知道吧 因为这都是上天安排 给我热识的 所以我认识的人 每一个人 我都会觉得很高兴认识他 因为世界这么大 人人这么多 对吧 人来人往 妈妈人海中 能够遇见 能够认识 真的是缘分 如果没有这个缘分的话 可能就不会认识 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要去珍惜 自己身边的人 或者珍惜 就是说 你认识的那个人 这是上天安排的 知道吧 我讲到了 有时候 我会无理取闹 什么的 但是怎么说呢 有一句话 你想站起来 你首先要翻风 有一句话 大家听过没有 对吧 我这个人呢 也是拿得起 放得下 也对自己 也比较狠的 有些事情 我想到了 哪怕再苦再累 我都对自己 比较狠的 知道吧 因为我们 要对别人狠 首先要对自己狠 对吧 要对自己 比较狠 才能对别人狠 知道吧 所以我的人生 起起落落 有时候 有时候你做事情 做事业 也是一样的 你不狠的话 是不行的 知道吧 必须要狠 对吧 该搜的时候 就要搜 该狠的时候 就要狠 那么 你首先要对自己 要狠 知道吧 你对自己都吸软了 手软了 不狠 那你怎么对 对你 你的你的事业 狠呢 对吧 就是狠嘛 狠有很多种 不是说要去干嘛 对吧 但是你 比如说你选择 这一个事情 你不要前胖 然后胖腐 对吧 我比如说我现在想合照个公司 我准备想开个店 我又怕吃亏 后着又怕 又怕亏北 后着又怕 收不到钱 怎么样 那你想来想去 对吧 前胖了 后胖腐 那结果就 哇哈哈 我们的人生就那么几十年 你想到的事情 就要去面对 就要去勇敢的面对 不管它是失败也好 成功也好 我觉得我们的世界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 你要勇敢的去面对 才会有未来 才会有结果 你不面对 不会有结果的 你面对了 对吧 要么就成功 要么就失败吧 就两个问题嘛 我们人生都是要赌的 就像打牌赌博一样的 都要赌的 不赌的话 永远的不会赢 但是你赌了 你赌了 就会有赢的机会 不赌的话 你有也都是输 知道吧 你赌了就会有疑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我做事业也是一样的 我有这个想法 去做这个生意 我就不怕输 我就不怕亏贝 知道吧 我也没有抱着 就是白费直白 这个店要赚钱 或者要成功 我也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 我只管面对 其他的交给天意 来安排 知道吧 跟着感觉走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但首先我们做人 做事要人皮好 对吧 人皮不好的话 老天爷都会看你的 就这么简单 人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做事 你对得起任何 对不起任何人 或者你 你就是 人皮不好的话 老天爷都会看你的 老天爷今天不收拾你 明天或者走 有一天会收拾你的 知道吧 人生就是这样子 不需要任何人去收拾你 老天爷自然会收拾你 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人 首先 膝底善良 第二点要对得起自己 做什么事情 都要对得起自己 就可以了 知道吧 人皮好 膝底善良 财业自然就来了 知道吧 财业不是甩给你的 而是上天安排给你的 知道吧 但是上拍 上天 他不会给一个 就是 他不会给一个 膝底不上脸的一个人 他不会给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财异的 他只会给 就是说 你做人 做事人皮好 膝底上脸的人 他才会给你财异的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吧 你一天就坏这个事 坏那个事 一天在这里 骂这个人 骂那个人 知道吧 你搞那么多事 那上天怎么会给你 好的财业吗 上天不收拾你 都是好事了 知道吧 对不对吗 家人们 所以事件 这个事件是 不要觉得不公平 真的很公平的 对吧 什么事情都是 公平击证 什么事情都是 不是说 只是一个人的 是大家的 知道吧 现在一万块钱 放在这里 这个一万块钱 不一定是你的 是大家的 知道吧 这都是三天在指挥的 感谢你 在家里面 感谢你 在 谢谢 咱们没有关注 我的关注一下 然后我也就下播了 家里面 有时候呢 我一收到上头 我就不把心理话说完 我就心里不舒服 我就一直在这儿 说说说 但是呢 话也不能说太多 知道吧 说太多了呢 就那种 对吧 但是说说心里话就可以了 心里刺了眼睛 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 我也就 就下播了 你们说去找二妹是吧 来 我最后一次为大家 这个最后一次决定 决定我去不去 就说 希望我去找二妹 把钱还给她的 咱们先不说别的 先就把找到她 把这个钱还给她 知道吧 然后了解一下情况 就OK了 建议我去找二妹的 咱们扣个一 建议我去找二妹 把钱还给她的 扣个一 建议我不要去了的 咱们扣个二 好吧 我最后看大家的 看大家怎么说 好吧 基本上很多 大多数都在扣一 大多数都在扣一 但是 我还是想一下吧 家伙们 我想一下 然后呢 咱们等一下 有时间的 来我的粉丝群里面 讨论一下 我会就是 我会抽时间 去看一下粉丝群 大家呢 我填匪们 因为粉丝群里面 基本上都是我的填匪 都是比较支持二位的 比较关系二位的 我也需要去 我粉丝群里面 提提我填匪们的 想法 他们的建议 知道吧 大多数基本上都 希望我去找的话 我就 我就会去 如果不希望我去找 我就不去了 知道吧 现在直播间的话 大多数都希望我去找 但是我等一下下报了 我也会去 我也会去 粉丝群里面 看一下我填匪们的 一些建议 好吧 谢谢你们 家伙们 非常感谢咱们 把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五的 关 支持啊 感谢收了礼物啊 非常感谢家伙们 还有后面的拉拉队 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 也一直在疲累 再给我建议 谢谢你们 辛苦了 感谢我梦 梦梦姐姐 收来的梦叫 谢谢 咱们认识是一种缘费 来日方长 好吧 咱们来日方长 我也不敢说我是最好的 但是我会全力一副 做到 做到在你们眼里 是最好的 希望咱们来日方长 未来的路行长 好吧 谢谢你们 感谢我们梦中 感谢我们牛德中 感谢你收的 感谢好哥哥 好姐姐 收来的这个礼物 谢谢 那咱们就打一包网 好吧 时间也不走了 然后咱们 咱们看未来 好吧 看情况 好吧 那我就下包了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也不耽误大家的休息了 因为时间也不走了 大家也需要休息 需要睡觉 对吧 咱们打一包网 拜拜 拜拜 Let's go 拜拜 我就下包了 没有关注我的 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 不然明天你刷不到我了 好吧 咱们原费不要错过 拜拜 谢谢 谢谢 收了礼物 谢谢 拜拜 我就下包了 等一下咱们 粉丝局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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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